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百开影谈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电影是 丑女大翻身 这部电影主要讲述了一个胖丑女 皱容逆袭 并且成功追求欣赏人的故事 女主汉娜是一个又胖又丑的女孩 但是她善良 甚至到了有点蠢的地步 曾经还被卖减肥药的男友 骗钱骗感情 最后因为她胖甩了她 但是因为有一副绝佳的嗓音 她却是一位当红歌手的幕后唱首 虽然又胖又丑 但她暗恋的人 却是这位当红歌手的帅哥经纪人 男主对女主其实还是有点欣赏的 也觉得有点可爱的 对汉娜也挺好的 还送她回家邀请她到生日会 这却引起了女歌手的嫉妒 她设计和她穿同一样的裙子 就是为了让她当众出丑 汉娜在厕所里听到了真相 男主和女歌手只是为了利用她的声音 还说她又肥又丑又恶心 听到真相的汉娜伤心欲绝 决定要自杀 正当自杀时 一个求助电话中断了她的自杀 这个求助者是一名整容医生 由此 汉娜想出以医生的隐私作为威胁 要她为汉娜奢杖做全身整容 就这样汉娜失踪了 她脱带换骨 隐瞒了所有人 因为她的失踪 女歌手的事业逐步下滑 全世界地搜索她 整容完后的汉娜 被医院的人净乎完美的超级自然 她也变成了一个角色美女 因为容貌的改变 让她获得了只有美女才有的权利 她让送外卖的小哥看得出身壮感 让被她追尾的司机为她开择 让警察为她循私往返 为了追到男主 她以珍妮的名字去参加了女歌手 替代声音的面世 结果因为容貌和声音俱佳 公司决定直接包装她成为歌手 为了能留在她的身边 汉娜谎称自己是天然美女 于是公司以天然美女为招牌 让她出道 由于容貌和声音都完美的她 一炮而红 成为了演艺圈冉染上升的星星 在和男主的朝夕相处之中 男主也渐渐爱上她 谎言终究还是会有戳破的一天 女歌手和男主都发现了 眼前的珍妮就是他们一直在找的汉娜 面对敌人的威胁 和公司的毁约 以及外界的压力 男主选择了排除万难来保护汉娜 真心被暖倒 而一直沉浸在容貌带来的虚容中的汉娜 抛弃了朋友 甚至自己的爸爸 她都快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子了 终于在内心的谴责中 她选择在自己第一场演唱会上 让全世界坦诚自己逞过容 她曾经又胖又丑 在她真诚的自白中 歌迷和观众都被她打斗 也接受了她所有的故事 最终女主继续当万人瞩目的明星 男主越发喜欢这个真诚单纯的汉娜 两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三件事情 第一 坦诚很重要 第二 长相很重要 第三 整容可以改变命运 本片电影把韩国的整容文化 演绎得清新脱俗 感人至深 影片有亮点 有温情 套路还是韩国主要的套路 不过女主真的很美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